就是人生是一节一节的 爱情是一段一段的 人在每个时候的情感需求是不一样的 不爱了 或者说你爱而不得才是人生的常态 你得到爱是非常幸运难得稀少 而且转瞬即逝的一件事 我好像很早就接受这个概念 你很谦卑 就是说凭什么好事都得落你头上 就像知心真正的知心好友一样 有的人一辈子也没有 一句话就是所有的爱情在现实面前 绝对碰得粉碎 那坦白讲你没爱过 歌也有的唱了 有爱就有痛 不用请李宗盛大哥来 我们过来的人老司机都知道 有爱就有痛 有痛不一定有爱 然后所以真的坐下来 所以作为一个假如是好人的话 我们也经常说什么叫朋友 朋友就互相保护 那什么叫很好的朋友 很好的朋友就说 就算到了一个有冲突会甚至有一点点恨对方 或是说没办法再做朋友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把对方所承受的伤痛 不管是心理的感情的还是现实的 变得最小 最容易来接受 所以有些人分手 夫妻有法律的规定 就算男女朋友有时候分手 我也说会关注你的 你需不需要经济上面的帮助 工作的帮助 我们爱过 我保护你 我保护你受的伤害 不要那么高 不要那么多 所以才会延伸出很多分手逼说的语言 不一定全部说有几句经典语言 比方说第一句就说 You deserve someone better 你值得配上最好的 更好的 更好的 你值得配上更好的 对 也是因为等于是我不配你 你值得更好的 你值得更好 对 这是十大排行榜 分手 十大排行榜 榜首 第一位 对啊 第一位啊 你更好的 还有当然最毒是什么 有人跟我这么说 一下就满足虚荣心了 对啊 是吗 太好了 不客气了 我配不像你这样 还有刚相反的最毒是什么 我见过 我不是见过 我听过几个年轻女生 现代女生不一样 告诉我 她怎么甩掉男朋友了 让她发现我劈腿 她自己就会走 或者说一些男生 也这样倒过来说 我给她在我家 或者说在我钱包 发现其他女生的照片 我的短信 我故意的 这种他们就叫渣男 但是其实往往一部分男性 就是会选择不面对 的确渣 因为假如按照 按照我刚说不管什么样的人 把作为朋友就要保护的话 当然是渣男啊 他不止没有保护你 而且还特地来伤害你 让你受到伤害 当然是渣男 所以方舟你说 真相是伤害 那么推诿或者编个谎言 是保护 这你接受吗 我不接受 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 他就是难的 就是推诿啊 找理由啊 包括冷暴力 这种就是 我觉得这是最糟糕的 就是他总是希望 对方来提 就是对方来说这句话 我觉得这是最糟糕的 我原来就遇过这种 各种找理由 然后包括冷暴力 然后就对我很不好 就希望我说这句话 但是我看出来他这样 我就对他越发好 我就觉得 诶 与其折磨自己 我还不如折磨你 我就 我折磨一下你 就是有点 自己有点恶趣味那种心态 所以我觉得那还不如 就是你老老实实跟我说 大家的痛苦都少一点 所以我并不觉得 你追求真理 对 我最追求真理 但是他说的保护 我经历过有一种 就是我认识的一对情侣 然后当时他们 一起在国外读书 然后经历了很多的男的事 后来那男的男生 得了重病 就几乎是绝症 然后因为有病 所以工作也没有办法 其实那女生 早就想跟他分手 但是就等到他治疗期结束 找到工作 生活上了正轨之后 就是才提说 其实我们不适合在一起 就如果说保护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保护 就是没有把对方 扔在一个无望的环境当中 就这种保护是我能接受的 那还有一些情况 就很诡异会变的 刚才如果我们说保护 分手之后 我还给你安排一些后路的话 有一些什么很诡异的 那不得找工作 真像你说辞职 他就像老板 因为我遇过什么 推荐信 我有个朋友 找下家 他有一个伴侣 是外国人 分手了 分手了之后 但这个老外 还常常回来香港 后来有一天 我们情况实在忍不住 我说你们不是分手了吗 他说对 但是他还很照顾 这叫不叫照顾 就是说 因为你分手空窗齐了 然后说这个 我要让你的伤害降到最低 文童 这种情况 这是我们外人说不清的 可能是保护 可能不是 可能是保护 可能是占便宜 有这么保护的吗 我保护你 有这么保护的吗 逻辑上面你不知道 逻辑上面 不管男人女 这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 有的时候自个人说 我出差走半个月 我女朋友你帮我照顾一下 最后照顾照顾 没了 可能他捋的愿意 那就是也是叫 哥们真仗义 这是某个欧洲作家讲的 他说我年纪老跟年纪轻的差别在哪里 我年纪轻的差别经常一开口就说 什么国家的人怎么样 什么男人怎么样 女人怎么样 白人怎么样 到我一个年轻我明白 我不说我们 我说我在跟你说话 我不是跟你们说话 每个人都是多么复杂的个体 所以我说逻辑上面 那个可能他知道那个女的 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在那种情况上当时就是这样 不然的话就是占便宜了 他知道那个女的弱点是什么 可能很恋旧 可能很不舍 那是你就确定了对方 逻辑上面都有可能 我们外人真的很难说的 最重要是说看你那个女性朋友 有没有拒绝的权利跟空间 不要被他陷阱住 我们只能说会期待说 保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那可是这样算分了手吗 或者说你们跟其他人 享有这个 其他人无法理解的默契 或者是我觉得这种算分了手吗 这种其实好像还挺普遍的 现在我们很难说 替人家去定义的 假如很那个 我个人觉得有点傲慢 这是我来定义的 什么才叫分手 什么才叫爱 什么才叫保护 太复杂了 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事 也只有他们才能判断才能感觉 所以你刚刚说我还是希望你老老实实告诉我理由 那因为你是你啊 你是非常聪明的长方舟 非常很有记性性的长方舟 你能接受真相 完全可以 我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跟男女平等没有关系 但是确实生活里呢 有人跟我说有这么一种现象 就是反正俩人要分手吗 是因为他找了别的男的 那么呢 好像过去咱们以为男的爱打架 其实不一定 很多时候男的不想见那个男的 甚至不想知道关于那个男的一切 他只是知道这个女的 你又找了人了 但是呢 有人跟我说 这我要求证于你了 说有些女孩相反 他呢 一定要看看 你找的那个女的是谁 我就是 这事说明你比我坚强 而且就是有的时候 不是你过的什么瘾呢 我不知道 而且我就知道后来都成为一种身体习惯 你知道吗 比如我之前应该男朋友分手 然后知道他交了新女朋友 其实我后来 比如说我都不再看那个前男友的微博 但是我会定期的去看那个女孩的微博 虽然他们也分手了 后来就变成一种身体习惯似的东西 就看看他过得怎么样啊 他结婚了没啊 丑不丑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我觉得 你说比较吗 也很难说是不是比较 反正就好奇 就无法抑制的好奇 而且就知道的越具体越好 对 你像我就可能就是 我不想知道 那家知道了 那家比我有学问 哎呦完了 比我有钱 你不是增加了自己的自毁吗 我觉得没有 反正我觉得身边的女性 好像可能是因为本质上 所有的女生 就本质上都是同行吧 所以你会你会觉得说 赵海玲的话 对在这个岗位上面 他赢了 他赢在那儿 就是会很好奇 同行敌情分析 对对对 不过还有另一种可能啊 就是你并不是在比较 而是怎么样呢 就因为我们知道 每一段关系都是独特的 就你的前男友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有一种特别的关系 是属于你们两个人的 嗯 那么现在他又跟另一个人在一起 他跟另一个人在一起的关系 就不可能百分百 是你们的关系的复制 当然对不对 那所以你是透过另外 对另外那个女的了解 来看到一个你前男友 可能享有的另一种人生 是你不能够分享的 是你不能够得到的 是你不会跟他有的 那是他的另外一种生活 他的另一个面目 是在跟那个女人的关系里面 展现出来 对了解到这个资讯很开心吗 好奇 对或者是如果我还和他在一起的话 我可能是这个女的这样 就是很多时候你其实是认知到 另外一种可能性 是另一种可能性 你在享受一种虚拟的乐趣 是吗 就是平行世界里面的 另外一个我可能过的人生 你不会得到的 对或者我没有留我的人生 你失落的一种可能 所以你就写小说 假如你用想象的 那就很多可以想象了 就人的缘分 有些我们常说相逢很晚 哎呀那么晚方周 我这么老了才碰到你 不然我早就把你拿下来了 等等 或者说让你拿下来 有些人跟相反 相逢很早 我就跟生命有些女性朋友 相逢很早 比方说很早期就交往 大家都不成熟 或者说也不懂得怎么样保护对方 或者说跟对方对应 或者说不懂得欣赏 对方美好的地方 当然对方也可能不懂得欣赏我 可是再过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我就想我跟那个女生 生逢很早 假如今天才碰到 前天是我们都单身的话 我们可以相处的很好的 我们一定可以发展出一段 很好的关系 问题是阴差阳错才是常态 正好碰对了 那是反常 那是需要努力 不管常不常 有时候太复杂了 每一段要不要考虑的分手的理由都很复杂 而且我也想象他们那种痛苦 我听过其中一个分手的故事 是怎么样 一对男女 留学生男女在美国 然后香港人 然后交往 男的家里还好 不是很有钱 也不是没钱 交往了两年 感情很深了 好了 都快要结婚的时候 然后按照男生的家庭的传统 要求什么呢 去做一个健康检查 要看看男女双方 不仅是能不能生育的 还要看女生 比方说你家庭有没有家族病史 你的基因健康不健康等等 那检查出来 那个女生好像医生说 其实你基因没有很好 你现在27 那个女生 然后大概37 会有乳癌的几率是80% 会有子宫痒的几率90% 会有肺癌的什么什么 那你以后会面对什么呢 就意味着你面对十年后 你们两个人结婚夫妻关系 要处理很沉重的财政的负担 医疗的照顾等等等等 可是你们已经伤害了两年了 现在要面对这个 要继续吗 还是分手了 那坐下来讨论 我在听的时候 那个女的一边讲一边哭吧 就是那个很痛苦了 两个人都是读书人 读博士班 那会慢慢来一个一个冷静的讨论 就是我说的 我今天是很爱你 可是你愿意为爱付出什么 要不要为了这个爱 付出十年后几乎肯定的 十年后你就陪着对方 整天做电聊话聊 这个聊那个聊 那问题是谁赔呢 那个女的身体不好 那当然是男的赔 对啊 我说这男的不赔了 到时候也得有一个 就没人管了 真的是好人 真的是好人 所以在当时呢 就是很痛苦了 我爱你 可是我要问自己 我要不要为这个爱 付出十年后的各种的现实上面的代价 然后挣扎了好久 最后结果可以猜到 就再见 难得不要了 所以我真的很爱你 我听过一句话 就是所有的爱情在现实面前绝对碰得粉碎 你们同意吗 我还是一个那个浪漫的 就是说 甚至不是 甚至是说爱情啊 是这么脆弱的 它是天赐的一朵花 焦滴滴的 它最脆弱的就表现在啊 它什么考验都禁不住啊 可别轻易考验它 就像你别轻易考验人性 对吧 相反你要呵呵护它 别让它受到疾风暴雨的破坏 我好像很小的时候就接受两个概念 一个就是你说不要考验人性 所以我很反对那种女生朋友 找这个什么其他的闺蜜去试探男朋友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愚蠢的一种方式 真的很多人会这么做吗 还是挺多人会的 就是其实是人为的去制造矛盾 而且如果你真的经不住考验 那就证明说 好这个男的都是猪蹄子 我是对的 那如果你这个经得住考验 那反正我也赢了 就是他对女生来说 他永远可以从这个誓言当中 很无聊 对获得胜利 我觉得一个是不要做这个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 我从小就接受 就是人生是一节一节的 爱情是一段一段的 人在每个时候的情感需求是不一样的 不爱了 或者说你爱而不得 才是人生的常态 你得到爱是非常幸运 难得 稀少 而且转瞬即逝的一件事 我好像很早就接受这个概念 你很谦卑 就是说凭什么好事都得落你头上 就像知心 真正的知心好友一样 有的人一辈子也没有 那你能有本身就 这不是一个人人有份的东西 你刚说文他 前中书说的一清二楚了吧 当说凭什么好事发生你身上 前中书更厉害了吧 大才子 什么 他也明白这有道理 你看围城 他在匪页上面写 送给他太太杨将 他说我送给我杨将 你游戏什么呢 他下面一句话 我觉得真了不起 他说他是每个字都是关键字 他说杨将是绝无仅有的 把互不相容的三种身份合在一起 你看绝无仅有 等于是说我们对真的是很难得了 要靠运气 然后绝不相容的三种身份 是哪三种身份 朋友 情人 太太 你看前中书多聪明 就完全把这三种看得出来 所以 所以对啊 是其实这才是常态 爱也太容易了 让爱维持是才是最困难的部分 我们知道 所以要付出 所以就是说 有时候为什么说分手是艺术 你该怎么分呢 对吧 当这一截 这个中断的时候 辞职 辞职 就该怎么辞职呢 其实跟这个我觉得在推展出去 这个人本身处理这个拒绝都很有问题 好多年轻人 你不要说是说出分手 就是别人有个要求 你拒绝他 我那天看见一个分析 但我觉得也不一定靠谱 就是说 人能够活到今天 往往那种愿意跟人合作 受到全部落人的肯定 这样的基因比较容易存活 所以这就是我们血液中 就觉得 你看你答应别人总是很容易 我愿意 但是你要说别人求你个什么事 你不答应的时候 拒绝起来你觉得特别 为难 为难 文道有什么拒绝的艺术 我没有啊 我不是太擅长于拒绝 我通常都是答应了的人 到时候做不到 比如说马家辉 我们老约到这我就直接不管 不只是我 应该是做所有人 全世界的人都要找他 我连拒绝都懒得拒绝 他就说好好好 然后就消失了是吧 对没错 你像我想这个问题 要不是又说我好人了今天 就是我甚至能到什么呢 就是说 我请人家的时候 求人家帮忙的时候啊 我要预留人家拒绝的余地 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 就是比如说我说 家辉 什么事 请你去一下 能不能帮这个忙 但是如果你有什么不方便 一点没事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只是说假如你有兴趣 假如你有时间 就等于预留了对方 给我撒谎的很多可能性 所以我能接受谎言 你往里填个理由 我觉得你很尊重我 完全同意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的人呢 跟朋友有情之间很容易混淆 比如说我们找人工作 找人帮忙 那那个人是你的朋友 我预留的是什么呢 我的预留方法是另一种 我绝对不用有情来当成事 你方舟 这咱们认识那么多年 这事非帮忙不可 绝对不要用这个去压 你就把是找你一个事 就当事来谈 你不要轻易地压有情 那种事情 如果你真的珍惜这个朋友的话 你就不要把这事参呼进来 对 我原来看过一个 就你们都是好人 我原来看过一个 小时候看过那种 没有封面的成功学的书 然后里面有一个讲 让人不能拒绝的艺术 然后那个特别吓人 你如何让人不能拒绝 你就他举的例子 是当时这个 让荆轲去刺秦王的公子 然后呢 他就要说服荆轲嘛 然后他怎么去说服他 就是荆轲 大概是看一个女的在弹琴 你说这个女的手挺 就是弹得挺好的 然后这公子啪 发起女的手砍下来 说你觉得好 是不是把手给你 就是这个东西 他手不可能再长回来 然后所以这个东西 就让人没有办法拒绝 就像你说 他不给你留拒绝的余地 因为事已至此 所以我看到这个时候 我觉得特别害怕 就如果真的有人 对我这样的话 你说荆轲 我想起那古人里 古人讲的那个事 那都是就说这个 你对他的人格 需要体贴到何种程度啊 就是那他动不动 就出来一个 就是比如跟 烟太子丹 比如跟文道谈个事 谈完了 就多说一句话 别告诉别人啊 第二天文道的 自问 送来 说我要让你放心 这个消息 绝不会从我嘴里 走漏出去 我给你看 对 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呢 你看那是二头杀三四 这种事情 今天怎么可能发生 因为我觉得春秋战国 年代的中国 是一个完全是 贵族社会的中国 所以它里面 对很多事情 讲究荣誉感啊 什么 所以千万不要 把那个事情 当成可以学习 那个时候的请托 和这个答应 那分分钟出人命的 那玩意不得了 对 那完全不一样 那个成功学里面的书 他就是累推到今天 说那你怎么让人 无法拒绝 你就是比如说 就是送一个东西 是没有办法退还的 你送 反正我已经买了 我也不能退 我已经把这个东西撂哪 那答不答应是你的事 就这种你怎么拒绝 所以我觉得 这种给人以 这个道德压力 包括友情压力 我觉得是我最害怕 面临的一种情况 你说不容易拒绝吗 可是每个人 都是理性的动物 其实会计算的 他不是那么人情 就是说 这个事情我不方便参加 那就不参加了 也不会怎么样 对 是不是 是我理解错了吗 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得绕个 好大的弯子 我们分手的时候 打拒绝 算了吧 还是 OK 拜拜 大喊 喝茶 可是我 我同意 可是我不会把这个定义 说这种是 不讲人情 因为当你觉得说 你被人家这样拒绝 不行啊 好了 改天再聊 你就伤害 觉得他不懂人情的话 我坦白讲 这种朋友 要不要都无所谓了 这样他是利用人情 来给对方压力而已 等于这种人也不会懂得保护朋友 我觉得也不值得要 所以可能从你说 所以不重人情 重现实 我觉得不是啊 我们知道说 人跟人之间 你要摆定距离是最重要的 有分串啊 我们以前讲了 分串就是力量 你要摆定分串 你上 举个例好了 香港人过年送红包 其实送多少了 十块钱 二十块钱一个 在台湾 一千元台币 两千三千 内地好像 两三千块人民币 一万一块都有 我们没有的 假如当你送我 一千两千 一个红包的时候 我是不要 我们觉得一定是有问题 然后要嘛 我刚刚说的 就是说有一种 等于是 也接受 可是有拒绝的方法 我回你啊 你突然送了 我一个 一万块的红包 我马上回给你的小孩 九千八百八 那等于我没劝你啊 你送我这个东西 我就 一万块 五万块 我回四万块的礼 而且要让人家看到你 回这个礼 所以这个不叫 不尽人情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举荆轲啊 我给你举个红楼梦 我觉得红楼梦 有一个例子 就把我们这个事啊 就说尽了 就是 别人求你 你在一个中国 这个晚清文化当中 你看啊 王熙凤 这个刘姥姥 过冬 家里没钱 想到贾府 求点这个钱 王熙凤 怎么 怎么对待他 你看啊 素未谋面呢 没见过 王熙凤那时候 主持家务嘛 对 王熙凤的第一句话是 怎么还不请进来 请进来 然后呢 这个刘姥姥进来这么一拜 王熙凤的第二句说 快掺起来 别拜吧 请坐 我年轻 不大认得 可也不知道您是什么倍数 不敢称呼 你看这个话说的 这个这个这个 因为刘姥姥无权无视的 这个乡下人 对吧 王熙凤也是给足了你面子 然后呢 这个 接下来呢 王熙凤的距离感 分寸感 没等刘姥姥开口 他之前听说要来了 他就跟王夫人先打听 这个刘姥姥是咱们家什么亲戚 什么关系 这事儿 拿捏清楚了这个距离感 这个这个第三步 然后不是刘姥姥这个要钱吗 他就说 若论亲戚之间 原该不等上门来 就该有照应才是 就不用等您上门 我们就应该照应您 但如今家里的杂事太烦了 太太渐渐上了年纪 你看把太太摘开了 太太渐渐上了年纪 一时想不到也是有的 况是我进来接着管些事 都不知道这些亲戚们 你想 这个第三步 还有一个一剑双雕 就是降低期待 刘姥姥一听就凉了嘛 话听到这儿就凉了 但是这个第四步 他也提出了补偿办法 把给丫头做衣上的 二十两银子 这么着吧 给丫头做衣服的银子 我们省下来 给刘姥姥 这下有适当补偿 有了交代 你看看这个人情世故了吗 你看看这个八面玲珑 这什么叫 这个事情 其实你说叫圆滑 还是叫圆满呢 都圆 都圆 又圆滑又圆满 问道你觉得在我们的生活里 是应该学习这种技术 还是应该贬斥这种艺术 这学不到吧 我觉得 这有的人我觉得就是能这样 但我觉得真的有人 我们都见过 就有人能这样 但我自己觉得 没必要去学 就因为太 通常我觉得学《红楼梦》 什么跟曾国藩 学做人的什么 跟那个 我见到的绝大多数情况 都是没学好 没学好就极其恶劣 还不如不学 那看你需不需要学 对什么人 还是要有多少要懂 不然的话 你想一下 闻到假如不学 王熙凤假如不用这样讲话 他的后果是什么 代价是什么 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什么 假如大门大户 对于这些人 那王熙凤不懂这样说话 他不能打点周到 他就很容易替他的整个家族 得罪了其他的人 得罪了长辈 所以我觉得 甚至他替自己惹获上身 所以我觉得 完全看你要在什么情况 来用 但是借钱 这确实是我觉得 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 就是说你不知道 该怎么去拒绝的方式 因为比如说 以我来说 可能我同龄人找我见 他们收入都比我稍微差一点 然后这时候 你怎么办 因为大概率 其实是 是还不上的 所以你刚刚说 他降低对方的期待 然后对我来说其实还有一点 就是降低自己的期待 就是你要假设对方是还不上的 所以我后来应对这样的办法 就是我给你钱 但是我给的是我铁定这部分 要不回来的 比如说你借十万 我觉得给两万块钱 要不回来 好像我心里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对我自己心理上的一种解释 实际是借钱的要降低期待 对对对对 怪不得有人跟我说 那天谁还了我一笔钱 我就跟突然挣到了一笔钱一样 对对对 但是我的感觉 就是说一般人会觉得 王熙凤这个人心机太盛 但是我如果是留老了 我会为他鼓掌 我觉得这个好啊 就是你你知道 其实现在我觉得有时候啊 人们拿所谓的真诚 去我觉得去怎么说呢 去掩盖了一些个 特别不愿意伤害别人的好心 我觉得怎么衡量王熙凤啊 就是发心是什么 如果我的发心 就是考虑到穷亲戚的面子 不想让穷亲戚难过 也不想让穷亲戚 对这个王太太 对王妇人有所抱怨 而且呢 确实我们的交情 没到这个份上 给你这么多钱 但是呢 我也愿意拿出一点来 帮补帮补你 如果我确实是这样一个心 那我觉得是一颗善心呢 那么这些所有的技术 你就变成 这个人做人 做的真是很好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我刚才说 他做的很好 但是为什么我说 最好别学呢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们很难把这种做人的道理啊 总结出一些规律 然后你记下来 你要学 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是 一个人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念的 他叫念 但那个念 你得有个环境下 把它念出来才行 它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一种 对于体面 我用另一个话来讲 就体面 就讲体面 就你懂不懂个世大体 什么场面 怎么应对 什么局面 面对着身边是什么人 你怎么样来处理 怎么来说话 这是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 不是靠后面 说话的一个技术 而是这个感觉 这一刹那 这一个时刻 这样子讲 大家高不高兴 满不满意 舒不舒服 我该说的话 是不是也都说了 这是种分寸感 那种分寸感 真不是学回来的 是你有这个环境 你就念的出来 有的人呢 当然也有些人 我也见过 就没有分寸感到一个地步 可能一辈子都在 这个环境 就完蛋 对 就没办法 你说你让人难堪 对吧 你让人留心理阴影 这难道就对吗 你说你诚实 对吧 我觉得你 总之一说 考虑到别人 考虑到别人的心 这个体贴 英文有个词 我觉得它叫thoughtful 是吧 thoughtful 这个总是值得赞美的 但是越这样 活得越累